外科医生布鲁诺事业有成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,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这天,夫妻二人高高兴兴地送别女儿上学,万万没想到,这一别竟成了永远。 在确认女儿失踪后,布鲁诺立马向警方求助,开始展开大搜查,终于在郊外的树林里发现了女儿。 然而女儿早已被人间杀并抛尸,看到女儿惨不忍睹的尸体,布鲁诺悲痛欲绝, 警方很快利用技术手段将罪犯捉拿归案,但是根据当地法律,罪犯仅会被判处15至25年的监警。 面对镜头,罪犯肆无忌惮,充满挑衅,这彻底将布鲁诺激怒,心中萌生了一个复仇计划,是要让罪犯血债血肠。 第二天,布鲁诺开车紧随罪犯押运车辆,中途趁机开走了押运车,并把罪犯转移到一处僻静的小木屋中,开始了他的复仇。 复仇第一天,布鲁诺将罪犯的衣服扒光后绑在铁板上,随后拿起锤子砸断了他的一条腿,听着罪犯撕心裂肺的惨吐声,布鲁诺显得十分享受。 接着,把罪犯吊了起来,显然用一条腿支撑战力是非常痛苦的。 复仇第二天,布鲁诺先将尿撒在罪犯的身上,接着在他的断腿上横踩一脚,罪犯又开始惨叫起来。 随后,他打电话告知警察,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将在七天的折磨后被处以急刑,但一切都完成后便会被释放。 紧接着,布鲁诺拿着枪恐吓着罪犯,此时的罪犯渐渐流露出了内心的恐惧。 到了第三天,布鲁诺无视罪犯的苦苦哀求,阉割了他,这足以使罪犯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 接着,用铁链狠狠地抽打的罪犯,带着他开始怀疑人生。 到了第四天,罪犯只能靠书液来维持生命,布鲁诺没有提前解决他的性命。 作为外科医生的他,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,将罪犯全身麻痹后,取出了一个器官。 煮熟了,让罪犯吃下去,此时的罪犯已被虐得体无完肤。 就在布鲁诺折磨罪犯的同时,内心也备受煎熬,痛苦感渐渐取代了之前的快感。 到了第五天,接见崩溃的罪犯不再渴求自己活着,他用言语激怒着布鲁诺,希望求得一死。 但布鲁诺还要让他继续活着,继续享受这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。 布鲁诺出门在外购物时,旁边的女店员表示支持他的做法。 到了第六天,布鲁诺躺在沙发上,聆听着关于他的新闻报道,大多数人都赞同他的做法。 但有一名女士表示布鲁诺的行为毫无意义。 愤怒的布鲁诺迷晕了这个女人,把她带到巡训室,想让她亲手杀掉这个被阉割的罪犯。 但这个女人不干,布鲁诺无奈,只好将她打晕,然后放走了她。 警方也很快锁定了布鲁诺的位置。 而此时的布鲁诺正痛快地倡议着,虽然罪犯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,但她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 恍惚间,仿佛回到了过去,极度思念无辜死去的女儿。 到了第七天,警方发现了布鲁诺,并把她押走。 路上,警察询问她这样做是否后悔。 布鲁诺毫不犹豫地说,不,这是道德与法律的相左,将一场以暴制暴的哲学升华为对人与社会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。 法律是死的,人是活的,所以能够灵活变通,人性的善与恶一直值得我们深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